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3月2日 星期三 昨天我們在 晚上 出了一條深圳的最新消息 深圳的下沙村 城區封閉管理 一分鐘大家可以看 大約的內容 我要跟大家講講 因為 深圳的下沙村其實就是香港 隔著一條河 是賓河大道 福田區賓河大道 香港人 其實 過關之後 洛馬州站 福田站過關之後 其實是很接近的 沙咀 再過一些 總之 都是香港人很熟悉的地方 以前就是有名的依賴村 這個地方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裏呢 其實深圳有很多地方都是 現在很重要 要一人一檢 很多人問深圳跟香港有什麼關係 其實 最重要的消息 是上個星期 這個下沙村就說 有300個香港 偷渡過去的 偷渡客 在那裏散水 因為那裏就是紅樹林 其實就是 紅樹林 外面就是紅樹林 這個 鳥類自然保護區 很多 偷渡就從這裏上岸 然後 就 進去下沙村 據說是這樣 這個上面是這樣 這300個人是什麼人呢 有聽過我們節目的都知道 這300個 其實就是本身是內地人來的 而他們 其實就是用偷渡的方法 下去香港 女的通常從事色情工作 即是做雞 男的通常從事盜竊工作 即是做賊 即是說 可以說是男杜女槍 做賊 斬樹算是最溫和的 很多人就從事爆隔 豪宅區、獨立屋那些地方就爆隔 所以是300人 當然是女的就沒有男的那麼多 賊是多個做雞的 這300個偷渡回大陸的原因就是香港要強檢 他們在香港無處容身 而且 而且 也是因為疫症大爆發 所以要回去 不過 也是據說他們把香港很多病毒帶回去 香港現在基本上是全面確診 到處都大爆發 我們聽回來 到處都說全家中 到處都說父母中 他們家中只有三個 父母中了三分二的總招率 然後我們的IT部門的員工就說 根據他們的非正式統計 起碼有四成人 確診 算是他們的親戚朋友 算是他們認識的人 所以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夏沙村為甚麼 現在 要封區呢 封區有甚麼措施 香港人有甚麼值得借鑑 或者是香港人 會有甚麼啟示呢 跟大家說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面頻道 月費贊助 其實深圳很大的 他那裏 去到 賓河大道 經過 深圳高爾夫球 俱樂部 然後 去到那裏有很多城中村 我都不肯定有沒有去過 可能有 可能沒有 他 說 通知夏沙的居民注意 根據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現在夏沙村實施政態管理 跟香港一樣 人員之前也出街 商店也停止營業 由今天起3月1日 要四日四檢 展開所有的核酸檢測工作 避免人員交叉感染 請大家在家 等候工作人員 通知 續戶就做核酸檢測 在核酸檢測期間 每天三冊 由政府統一配送 大家聽從工作人員的安排 會送飯上門 續戶就去領取 如果有特殊緊急情況要離開的話 就要打給社區的黨委 有個電話 叫大家積極配合 這是夏沙社區的黨委 昨天 2022年3月1日公佈的這個措施 其實 現在香港也有很大機會 實施政態管理 意思就是叫大家不要出街 政府就包你三餐 香港 人們就會害怕 因為香港不是沒有試過這樣的政態管理封區 例如葵聰邨 當時不是試過封了三天的 林鄭月娥下去被人罵完之後 又封了幾天了 因為要報復他嘛 你夠膽罵我 封了幾天 而葵聰邨的第一天 大家記得甚麼事 就是沒有飯吃 封你們不准下街 又不准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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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不怪得香港人 去超級市場掃貨 不過很奇怪 掃到湯圓都被人掃了 就比較離譜 香港人有時候也很瘋的 食物必須品 就說掃那麼多廁紙 你真的有很多東西 很骯髒 有時候 想不明香港是甚麼事 但是 正常為甚麼人會這樣搶呢 就是因為 對於政府的極端不信任 因為這個政府 是不能夠他們所做的事 是沒有辦法令人信服的 是他們太靠不住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那些人也不會去搶超市 掃到所有超市都沒有貨 弄到現在八家月三點鐘關門 也不夠貨賣 我們其實想討論一下 深圳的人口密度 其實不下於香港 深圳因為 加上二線 人口好像一千多二千萬 好像二千萬 人口密集的地方 這麼大 這麼多人的地方 香港可以這麼大爆發 隔著一條河的深圳 你相信它沒有爆發 你相信它沒有爆發 大陸之所以 控制到是因為大陸的媒體全部姓黨 而香港的媒體不是姓黨 即使它是紅媒藍媒 姓黨的只有盟媒大公 其他的東方日報 星島 零一雖然是藍 但是 他也不是完全由共產黨黨委去控制 他很多時候收到料 也要照報 然後 香港人每個都不止一部手機 所有事情一定會爆出的 蓋不住的 跟大陸不同 大陸也會爆出去 不過 他可以 在傳媒那裏全部封閉 然後有微博 微信 全部封閉 所以有一個消息 短暫流出來 尤其是凌晨就會流出來 但是 一到網警開工的時候 就會全部消失了 所以 上面即使有100萬宗確診 1千萬宗確診 1億宗確診 他都可以蓋住 好像武漢那樣 大家都不相信 幾萬宗確診 香港現在一天都幾萬宗 連續兩天超過3萬宗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蓋不住 這個可以說習近平也是 我們當時也說了 他一定是很黑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接手親自指揮 親自領導 親自部署 就大爆發了 數字高居不下 大家想想 新聞應該這麼寫 自從習近平接手香港的 防疫政策之後 香港就大爆發了 由百多宗上到千多宗 上到幾千宗 上到1萬宗 上到1萬宗 上到1萬7宗 上到2萬多 上到3萬多宗 而且 還有沒有下跌的跡象 因為感染越來越多 最終是 全港確診為止 因為 大家知道 現在香港跟大陸一樣 肯定是 有隱瞞的情況 有甚麼理由你所有高官 全部都是司機和家庭確診 你沒事呀 怎麼會說得通呢 不說不通的 通常是全家中的嘛 所以 還有 大家知道香港的高官年紀特別大 他們的家庭 他們的工人 他們的司機 通常的年紀都比他們年輕 他們平均五到六十歲 是不是 因為我們 很多 員工 夥計 IT部同事 親戚朋友 香港的網友 很多報告給我們聽 年紀大就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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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政府的高官 為甚麼你們老的全部都不中了 難道你告訴我 你請了家庭 全部都六十歲以上 全部都是請司機存本超過六十歲的 不可能的 反而你們的年紀大就中了 你們老的就不中了 說出來 是不是不合理 所以 所以 肯定是有隱瞞 林鄭中了也說不報 為甚麼陳茂波連續中兩個 司機中然後到另一個家庭 但是他沒事 陳茂波多少歲 難道請了飛傭 請了司機全部都超過六十歲 不合理 所以 肯定是有隱瞞 現在深圳也會這樣爆 之後遲些 其實我想深圳的確診數字可能是幾百萬 而香港 最終是達至全民 確診為止 即是全民都中了 當然 政府到時 最終也是要逼你打針的啦 浪費氣啦 說來說去 打針就沒事 不打針就有事 其實打不打針也一樣 不過這個政治任務就是要打針 打到多少 100%夠不夠 不夠的 現在告訴你要打三針 很快告訴你要打四針 接著就要打五針 六針 七針 直至一元一針 香港 沒有辦法 真的要陷入這個 一個 一個打針地獄 全世界沒有香港那麼離譜 因為人家會認的 人家打針出了事的政府會認的 香港不認的 所有出事的人 是沒有人認的 政府全部都是專家出來說 跟打針沒有關係的 短命的 活該死的 這段時間 先說到這裏吧 拜拜